大家好,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中国古人解梦实例 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实例是燕英解梦 春秋战国时期,齐景宫的国相燕英 一直是一个坚持修明政治,不信邪岁的人 他的解梦也别局一格 据燕子春秋记载 有一次齐景宫发兵攻打宋国 军队经过泰山时,警宫梦见两个成年男子 气势汹汹地对他怒目而立,令齐景宫十分恐惧 惊醒之后,齐景宫急忙打开房门 召见占卜圆梦的人来后 警宫对他说 夜里我梦见两个成年男子对我怒目而立 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 只看见他们怒气冲冲 我现在还记得这两个人的相貌和说话的声音 圆梦人想了想,军队经过泰山而不祭祀 所以泰山的山神发怒了 请您赶快召见住室去祭祀泰山 这样一来就可以平安无事了 警宫说,好,照你的话去做 第二天,燕子朝见警宫 警宫把梦和圆梦人的话都告诉了燕子 并对他说 圆梦人讲,军旅过泰山而没有进行必要的祭祀 因此泰山山神发怒 今天我已经派人招住室去祭祀了 燕子想了想说 圆梦的人恐怕有所不知 这两个人不是什么山神 而是宋国的圆祖汤和伊燕呢 警宫不信,还因为是泰山的山神 燕子说,大王若不相信 那么请让我说说汤和伊燕的样子 汤是白皮肤,高个子,有胡须 头形上载下宽,身体微躯,嗓烟洪亮 警宫说,对,就是这样的 燕子又说 伊燕皮肤黑,个子矮,头发蓬乱 警宫说,我梦见的人正是这样 该怎么办呢 燕英说,太甲,武丁,祖乙 都是富有圣明的君王,不应当绝后 现在他们的后裔只剩下宋国了 而您要攻打宋国 因此汤和伊燕发怒了 请您撤兵与宋国交好吧 警公不听燕子的话,还是下令攻打宋国 燕子说,讨伐无罪的国家是神灵发怒 明知错误也继续进兵 其后果可不是我所能预料的 不过,军队倘若真的攻打宋国 那肯定会遭到失败的 齐警公不听燕英的劝阻 执意不撤兵,并继续攻打宋国 结果是齐国的军队打败而归 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再见